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十九届亚运会又让人们的视线投向了举办地杭州 所以我手中的这本插画集是应运而生 它的名字叫做《亚运江南义跟着丰子凯游杭州》 这本书用一百多幅插画画下了杭州之美 图文并茂地介绍了杭州 介绍了亚运 这种水墨漫画的风格简易朴实 意境眷勇 一下子就让人想到了著名艺术家 丰子凯先生的画作 而这也是这本书的创意所在 《亚运江南义》这部绘本 就是漫画作者十九番 策划人和丰子凯的曾孙丰瑞联合主创 以著名画家丰子凯的画作为基础 进行延伸创作而成的 可以说是丰子凯和杭州亚运会的一次跨时空的梦幻联动 丰子凯先生很多人很熟悉 他是现代中国重量级的艺术家 他曾经说过杭州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 那么在他画中的杭州是最富于诗意的书画江南 而这本书在封子凯先生的原画中 融入了杭州亚运会的吉祥物 他们是三个机器小人 而这三个机器人就是杭州亚运会的吉祥物 组合起来他们的名字叫江南义 这个名字您一听 来自于白居义的名师 江南义最义是杭州 这本书的故事线是这样的 吉祥物江南义 他们需要收集人文自然和科技三个亚运火种 他们在杭州市民阿宝 软软和风先生的帮助下 游历了整个杭州 了解了杭州的人文底蕴 自然美景和科技未来 并且最终点燃了亚运烛火炬 所以这本书是通过三个吉祥物小机器人的火种 也是简洁生动 比如说呢其中这一页 这幅图所描绘的是 胡庆鱼堂所在的那条街巷的场景 好不热闹啊 亚运吉祥物小机器人 也跟着人们排队购买杭州特展 西湖醋鱼和东坡肉 书里写道 东坡肉相传为北宋时期大文豪苏东坡 在杭州所创制 是杭州的一道传统名菜 东坡肉的主料都是半肥半瘦的猪肉 成品菜都是码的整整齐齐的麻酱块 红的透亮色如马脑 夹起一块尝尝 软而不烂 肥而不腻 读到这儿 可能读者都会觉得 有点馋了 吃着这样的美食 在泛州西湖之上 看着明月当空 渔州畅满的美酒 哎呀 绝对的人间乐视 看了书中这些场景 您就会感慨 难怪有人把杭州比作天堂 这本书呢 除了展现杭州深厚的人文底蕴 和丰富的自然景观 还展现了现代杭州 作为高兴科技创业之都的一面 可以说呀 这本书是简约的展示了 杭州前世今生的华彩片段 如果要想继续深入了解杭州的美和历史呢 就推荐您看另一本 由新兴出版社出版的 王旭峰所著的杭州传 这本书呢 把杭州的精髓浓缩到了一部几十万字的梳理 系统梳理了杭州的古今历史 作者在开篇就追溯了这座伟大城市的起源 最早的杭州源于一颗人类全齿的化石 这枚五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宣告了 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杭州安家落户了 由此作者沿用历史编年的方式 以十四章一百多节完成了对一座城市的讲述 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梁祖古城跨湖桥等文化遗址的 草古发现和开决更加力政了杭州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而杭州城的确立则是从秦朝设立前唐县开始有两千二百年的历史 并且呢在之后的两千多年时间里 抵御了朝代更迭历史变迁等等磨难 延续了辉煌繁荣至今 成为了著名的丝绸之府 茶文化和殿府商务之都 这本书呢不仅仅是一部城市史的科普著作 作者王旭峰是历史专业科班出身 而且还是矛盾文学奖获得者 可以说是文史兼备 所以这本书呢不光有史学笔法的精准 更有文学诗意的神韵 所谓诗化江南 而杭州呢就是这么一座诗情画意的城市 千百年来文人骚客都在杭州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 这本书里呢作者向我们介绍了西湖的历史 同时也用历史串联起了当年的 名人意识 您比如说西湖边有白笛有苏笛 那分别是唐朝的大使人白居易 和宋代文学家苏氏任职杭州时所修建的 白居易五十岁的时候任职杭州次史 在他任职期间呢为杭州写了二百多首诗 可见他对杭州那是非常喜欢 说到白居易在杭州的政绩 最著名的就是为西湖重新筑堤 作者在书中说到了 白居易所筑的堤坝把西湖 是一分为二成为了上下两湖 平时蓄水 汗时贯田 既保留了西湖的美景 还造福了当地的百姓 白居易还专门写了一篇《乾塘湖石记》 也就是堤坝的使用说明刻在石碑上 千百年过去 现在人们来到杭州旅游 还能在西湖边看到这篇文章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 西湖这个名字也是由白居易所赐 书中写到了 最早出现的西湖名称 是在白居易的西湖晚归回望 孤山寺赠诸客和杭州回访 这两首诗当中 而西湖的苏迪则是出自 苏氏苏东坡之首 通过书中的描写我们知道了 到了宋代苏东坡任职杭州太守的时候 西湖已经淤色了大半 而白堤也成为了一道断堤 那么苏东坡就大力治理西湖 用清理的淤泥 在西湖上构筑了一道贯穿南北的新的堤坝 苏东坡在治理好的西湖上泛舟 写出了这样的诗行 水光炼雁 情方好 山色空蒙女一齐 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抹总相宜 除了引用千古名句 作者还把东坡肉的传说唯唯道来 据说东坡肉就诞生于苏迪完工之时 由于百姓感恩给太守送来了很多的猪肉 哎呀 这个太守说我吃不完怎么办呢 说我提一个新的吃法 用这种方法烹饪的猪肉特别好吃 于是一道传统名菜就此诞生 这本书可以说是从古代写到了当下 书中描绘了改革开放以来 杭州的发展和机遇 以及进入互联网新媒体时代之后 杭州日新月异的发展 杭州在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中 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通读了这两本书 我们对杭州有了全新的认识 这座人间天堂迈入了新时代之后 不仅没有成为历史的遗迹 而且成为了科技蓬勃发展的高新都市 开放包容 砥砺前行 蓬勃向上 这种城市气质也暗合着 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体育精神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读书节目 我是段淳 咱们下期见